莫乃光議員 革新過時法例其實只是政策的一部分 發展任何的大政方針 又怎麼可能不和時修改這個相關法例作為配套呢 所以怎樣制定全套的政策去發展創新科技產業才是最關鍵 值得我們政府深入研究 因為政府訂立一個政策方針的時候 都應該有一個通盤的考慮 包括目標 成效 受影響的持份者 市場的需要 人才 管理 以及一連串的配套設施 方能有效 例如昨天也有很多同事提過 譬如Uber 高 V Buy 這些都是投資推廣處協助引入香港的創科公司 但是香港的法例就沒有與時並進 那你叫人家來做什麼呢 騰到人家無法經營 而鄰近一些地方 我們都看到 他們為了適應Uber 他們都肯修改相關法例 而法例既要照顧到現有營業車 例如的士的利益 但是同時也要令新的業務合法化 政府是有需要大力整合理順政策 將一些落後的創新科技政策 與時並進 當然政府這多年來 一直想發展創新科技產業的誠意 我不懷疑 從董建華 前特首的時代 設立了創新科技委員會 到前特首真任權時代 將創新科技列為六大優勢產業之一 一直到上任特首 梁振英上台提出成立創科局 當中真是艱難重重 白搬阻撓 科技局才是在去年成立得到 其實如果早幾年能夠成立創科局的話 我相信今天我們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 將會是有一定的成績 不用到現在我們還在等著 河吐區的創新科技員 要七年之後才說有第一座的大流落成 其實香港創新科技發展成這樣 不多不少都是拜一些反對派所持 當然絕對不包括莫乃光議員 他一直在推動創新科技發展 那麼這幾年也都有一些井底之蛙的政客 故步自封 反對一切與內地經濟融合的機會 甚至也都有不少人認為 香港是比內地優成 比內地先進 所以更以大香港自居 誰不知這幾年內地的創新科技發展 就遠遠超越了我們香港 只是看看深圳去年年中 時代雜誌就將深圳的大疆精靈系列 無人機 選為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五十款科技產品之一 而好笑在這間公司的創辦者 是我們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 所以證明我們香港有的是人才 只不過是缺乏了陪陶政策的支持 而我們也都看到鄰近地區 所以例如內地、深圳等一地地大 更是這些科技產品深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內地市民現在玩的手機錢包 手機不僅可以付款給商戶 更可以手機對手機做轉帳 你出街吃發達車 甚至是結婚給人情新年修禮事 都可以用手機程式支付 看回我們香港 我們電子支付比率現在只有35% 電子支付還依然主要只有八達通 這一兩年才陸續有些Apple Pay 拍字相等等出台 其實我們香港不是沒有這些相關技術和設備 只不過是這些交易方法還未普及 法例、法規也不完善 所以令到有時有些市民 是不太認識這一類的方法 甚至擔心會洩露了個人資料 其實我們香港 在創新技術方面都曾經風光一時 過去很多創新科技產品 都名列過世界第一的 例如電子產品、益智教學玩具 就算是幾十年前我家父當年發明的 紅白鑑條的塑膠足球 都曾經得過不少的創新產品獎 但是今時今日 我們香港的創科產業 不要說拿獎 連排隊上榜都沒有份 真是越講越傷心 不過遲到好過沒有道 最怕你不做 政府現在真是要追落後 我們目前最重要的是 做好河套區的創科員 還要想想怎樣利用 越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 產生協同效應 去發展我們的創科產業 將科研產品產業化 將創新科技 應用在市民日常的生活當中 政府要推動創新科技發展 應用和改革有關創新科技法例和政策 一定要多方面著手 同時我亦都要奉獻反對派議員 不要再因為政治 而拖延香港經濟發展 令到香港新科技發展 沒有辦法飛躍向前 你認為這樣會間接影響我們民生經濟 主席 我真是很怕今次搭不上 越港澳大灣區這個快船 我們會在蘇州過後沒有艇搭